前總統馬英九則是前往中國訪問 昨天帶領台灣青年學子到湖南大學進行交流座談 馬英九提到 雙方在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下 兩岸分治 要努力減少隔閡 真誠交流 現場暴雨熱烈掌聲 前總統馬英九用湖南話回應湖南大學學生提問 拉近跟學生之間的距離 馬英九二號上午帶領台灣青年學子一起到湖南大學進行交流座談 在主持人宣布座談結束後 他突然起身發言 向湖南大學師生講解中華民國憲法 馬英九還提到雙方有各自的制度與政策 但是希望可以努力減少不必要的隔閡 真誠交流 馬英九下午則參訪鐵劍重工 三一重工 還到湖南廣電七彩盒子節目生產基地 同時參加深深不息寶島季的連線錄製 馬英九與現場同樂一起唱歌 作為特別來賓幫兩岸歌手打氣 而馬英九預計三號上午會搭機前往重慶 下午將參訪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 以及重慶市規劃展覽館 接著夜宿重慶 記者歐榮 陳立峰 綜合報導